美國聯邦儲備局昨晚加了息 很多的傳媒都說一如預期加了息 這是對的 是一如儲局預期加息 但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清楚一點說 是一如市場所不預期而加了息 如儲局預期加息 市場應該不會有大反應 只有當不如市場預期而意外地加了息 這樣才使得 美股昨晚由高位至低位波動了900點 而實質上跌了500多點 如果真是如市場預期 你怎會有這麼大的波動 我們叫做消化了消息 現在肯定是硬著胃 要吐出來 所以你說是預期 因為不如預期 中間衍生的是如何 都要大家去看看 長一點的版本 亦都要牽涉到中美貿賤 以及接下來這個月 我們怎樣去看市場 是如預期或不如預期